来我们看一下简报47页 因为Notion最厉害的就是资料库 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怎样 还是要讲到一点点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资料库的部分 你们都有用过Exail 它就像那个一样 可是它的好处是 你可以做蛮多客制化 我问一下 大家有没有记账的这个习惯 你都怎么记 其实我自己 我从大学我就开始记 所以到现在三十几年 我每一年我都会有一个这个 就是比较完整的 这个东西 支出收入 所以我自己的我都看得到 都还可以查一下这样子 但是重点在什么 你要做这件事情记账 你要每天都记 如果你没有这个习惯的 你大概不会那么勤劳 所以我在47页这个任务 我让大家做一个比较容易做到的 先从什么 你的固定支出 各位有没有 算半个账的 到底你真的要花多少钱 不要说贪多少钱 你先为花多少钱才是 因为有的是可能你一个月固定支出的 有的是一季固定支出的 有的是一年支出一次的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子去做 那我在左手边这边有先列出这些 因为这个是我现在有在用的 但是我列出一部分给大家做参考 比如说你有项目名称 要缴交的费用是什么 那要什么方式缴交 有几期 要属于哪一个类别的 比如说家里面的维修的还是通讯的 你就可以利用它的合计跟这个功能 我们就可以轻松的算出 那我给各位看一个在这边 这里 入口这里 好 给你看一下 这个demo我有放在简报第一页 就是我们那个成果 你往下走 往下走 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叫每月 每年固定支出整理 点开 好你看 你家 然后比如说你有保险 有个人买一页 有个人买两页嘛 但是不管你一个项目 假设你这个保险是月年缴的 三千块 哇 这是现在没过太可怜嘛 这介绍我签在下 哈哈 好有没有 我就用年缴的 你可以来这一选 对不对 像这样 然后你要缴几期 那我就自动帮你统计起来 好就自动帮你算出来 那如果是像这个电话费 因为假设你一个月缴一次 那我是不要缴十二期 一年就缴十二期嘛 好 类似像这样你可以自己 那我的标签 你看哦 像这个就属于保险的 然后呢 这个可能是家用的开销 对不对 也有可能是我把他另外一个归类 就是通讯类的 你也可以有更多 有没有 哎你们会做哪些事情 通讯保险网络服务 对吧 啊做什么 奉献也是有时候也是需要嘛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或者是你有家里面养老啊 好 还有缴税啊 开销啊 像我有公司的啊 对你就可以列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请AI帮我们做统计 这样了解吗 好 那你看哦 我们在最下面这边 这样有没有很像sale 有没有帮你计算好 你总共花了多少钱 后面这里有没有合计 就是我把我的 那个项目的钱乘以他的奇数 这就得到了 那我最后是不是就把它合计起来 这是一种方法 第二个 我也可以怎么样 在这边 透过标签 啊我的保险有三项 啊多少钱 这样有没有看得清楚 你家有没有 这个保险有三项嘛 然后下面奉献的几项 奉养的家里面开销的 有没有都列出来 总共几项花多少钱 这样子会不会比较省一点 因为你已经看到花多少了嘛 这样子是不是就很方便 所以你可以先从这样的方式来试看看 那在我们notion里面这个就很方便 就是你可以透过这个叫做资料库的什么 layout就是呈现的方法 他总共我记得有六种 有六种呈现方法 这样子 要不要来做看看 做完我们就下课了 会超过一点时间 不好意思 所以麻烦大家 你一样开个新的页面 好不好 帮我开一个新的页面 好 那这个呢 你要把它命名叫做什么都可以 然后我就用这个名称 好建立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不能完全空白了 因为我要有资料库对不对 所以麻烦你一样帮我按个斜线 资料库叫database 所以你打一个database database 好当然你直接选六个选项也有 好你看这里哦 他有分几个 一个是inline inline就是把资料库插在这个页面里面 也就是事实上 资料库实际上是独立的一页 复活配局就是独立一页 那inline呢 就是把那个资料库 放在你这个页面里面 这样了解 那我就让他独立一个哦 好不好 用这个复活配局就好了 好按下去 你有没有发现 他就自动帮你建好了 这个有没有多的页 好多的页 那这个这页是独立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给他一个标准 比如说这个就是支出表 出表好 他预设只给我们两个栏位 有没有一个叫name 一个叫tag tag就是一般我们讲叫标签 有没有这里两个 好那你注意一下哦 name是不能删除的 也就这是唯一的 最少最少一定要有一个嘛 不然就没有了 好那你如果要改名字怎么办 点到这里 点到这个名字的上方 好点到这里 点到他 你就可以改名字 这样了解吗 我这边都会跳舞一下 在这边 所以我需要几个栏位 你来看一下 这个项目名称 有没有 好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复制起来 好拿到这边贴上 不过很像在做以色尔 不够后面是不是有个加号 你可以继续新增 他就在旁边这里 再增加出新的栏位的名称 让你变 这样了解 那当然每个栏位他有什么 有那种类型 就是这个 好像我们在以色尔里面有分文字 有分数字 对不对 有不同的那个类型一样 所以呢 你可以先 我后面这里有写 后面那个括号 其实就那个类型 这个 这样有看到 在这边 后面括号里面就是那个栏位的 资料的形态是什么 好我先把这几个我先完成 先完成给各位看一下 我先把它加进去 我先不管他 先不管他 这个你看我再增加 有没有我现在缴交费用 然后这个 好 Enter 你输入完了之后你就按Enter 他就会把那个栏位 把它新增起来的 好那你看这里哦 好这样子 新增 可以上Enter 有没有这样就上来了 好这样就上来了 那 您看一下哦 假设我现在因为时间比较有限 我先增加四个哦 那第一个是不能改 因为第一个一定要有 你只能改名字 好那你看第二个哦 点下去 他会跑出来 你如果 栏位的类型不对 我就按编辑上属性 Property就是属性的意思 把它点一下 好 它会出现在旁边这里 你看 缴交费用 费用是不是数字 因为数字才可以计算嘛 所以你就把它打开 哎有没有一个Lumber 哦这个是属于数字的 好这样就好了 那 你看 你有没有发现 他的前面这里 就是他的栏位类型 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 紧知道就是他栏位类型 这个就是 紧要的名称 然后这个就是一般的文字 但是这个缴交方式呢 哎有很 有分怎么 你看我刚刚做的 缴交方式是那个 属于 选单 好让他直接选的 所以我会在这边 点一下 编辑他的属性 好 缴交方式不是文字哦 是一种选择 有没有选项 那如果你有一些 预设的选项 我可以直接在这边 把选项 先写好 好在这里 好比如说 这个 粘角 然后呢 计角 月角 所以你看我在这边 有没有一点这就有了 那如果 不在这个里面怎么办 你就自己打进去 在这边再增加一个 他 就会自动再新增一个 这样理解那个概念的 那这个是单选题 slate就是单选题 那如果你需要复选题 像缴交其数还没有复选 那我就直接用刚刚我做完了 给各位看一下 在这里 好这边 我把他独立打开好 来我把他独立打开好 这个就是属于多选题 有没有 这个类型就是属于多选题 mati select 多选题 好 所以你就可以选两个三个都可以 这样了解 好 像这个 那合计的部分呢也是一种难为类型 所以你看这边 底下 他的类型有没有 这个 科技 底下 底下 因为我们 design里面不是有这个图吗 对不对 design里面加总就是用这个嘛 这样应该看得 看得懂的 好 所以 有了这个 那你告诉他 这个 就是哪一个栏位 像这样 然后他可以设定公式 你看我的公式 就是 角交费用乘以角交其数 按天调怪我 那最后呢 你每个栏位下方 都有什么 有没有 这个kq就是计算嘛 你加 所以我可以把它加总 你有没有感觉这就很像esail 好像这样 那今天如果你 这样子有了 你可以新增 我就增加进去就可以新增一个项目 你就可以思考一下 那 在notion里面很重要就是有这个东西 你看 他这个就是不同的layout 有没有 你今天可以从这边新增 有没有看到他总共有六种 不同的 呈现方式 你可以用日期的 我哪一天 有点像行事例那样 那我也可以用列表的 或是用gary 这个就是缩图的 缩图的像什么 像这个 我们刚刚不是有那个吗 有那种 就是深层图片的对不对 你看 有没有可以用这样 用这样来整理是不是也可以 就是我的 缩图 然后呢 里面我可能有更多内容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缩图 其实这个里面都是一个页面 这个里面都是一个页面 这样了解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我们的那个notion呈现的方法 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好 所以不好意思 已经有超过一点时间 后面这边我可能就 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大家介绍